另外在玉璃医院的住民则是透过了绘画抒发心情 让病情也获得稳定 特别举办了画展的活动 内容相当的丰富 而作画也是复健治疗的一种 透过绘画来抒发内心深沉的自我 让情绪得以疏解放松 玉璃医院住民透过绘画抒发心情 让病友获得稳定 举办画展活动作画也是复健治疗的一种 透过绘画抒发内心深沉的自我 让情绪得以疏解放松 都知道大家非常的用心 艺术它是可以疗愈人心 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不愉快 走向我们的艺术 有绘画 有我们的陶影 可以让你有疏解的这个效果 透过静态的艺术治疗 从生理延伸到心理 增加治疗过程中的乐趣 真诚表达内在情感跟想法 提升自我觉察 人际情绪抒发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对附件的效果有助益 创作本来就是一项 比较不容易的得到的才华这样子 尤其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 这更是难中之难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很有幸能够在这边 看到他们完美的作品 这一定是在他们在最好的状态下 发挥的潜能这样子 所以实在是不容易这样子 那能够让他们发挥这些潜能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 他们需要的资源就是人 人是他们最好的辅具 那我们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这样子 那在如果都能够帮助了他的话 让他能够早点把这个智慧的门打开的话 那么他相信会有更多作品 能够呈现给大家的欣赏这样子 那希望说透过这些活动 能够让人人都成为我们这些经常朋友的 这个帮他们找到一把钥匙的这个 这个领头羊那样子 让他们能够越来越多的作品呈现给大家这样子 除了艺术展览呈现才艺部分 艺术也可以是治疗方式 结合创作性艺术表达 以及心理治疗的助人专业 将个人情感问题潜能与潜意识 在艺术的表达中得以释放跟选泄 记者高松松玉立正采访报道